Made in Cali Made in Cali PRODUCTION The PORGEN 我們今天非常歡迎我的好朋友 Losty 從Cypherman You're so losty Thank you 因為我的第一張專輯叫做 Always Lost 其實有點中二啦 就是原本是想的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就是失戀 然後又有失去一些朋友怎麼樣 然後我就是為了勉勵自己就是說 所有的失去都是為了之後要獲得更多 就是Fuck我不要害怕失去這件事情 後來覺得 Fuck Always Lost 這名字太慘了 那簡單這樣 Losty 然後Always Lost變成專輯的名字 我覺得這還蠻厲害的 因為 Fan Strong也在後面這樣講 因為我們人生不管是哪一個人 一定會碰到 因為你一定會有不順的時候 一定會或是犧牲一些東西 或是失去了 人生中的酸甜苦辣 每個人都成的到 為什麼開始做音樂 我其實做音樂一開始是喜歡電音 我喜歡Skrillex 喜歡Dubstep這些東西 然後那時候Skrillex有跟那個 Aside Rocky合作 然後我就覺得 哇很屌很帥的 就被他們影響 電音是我主要會想要去 鑽研的東西 但嘻哈 is like my daily music 就是我沒什麼是幹的時候 沒什麼想要去focus的時候 放的音樂就會是嘻哈音樂 就是對我來說是一個很輕鬆 然後又有點特等的東西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 也是因為失戀啊 那個時候很流行EMO 那時候EMO Rap 那時候很紅 1718年那個時候 所以那時候EMO Rap 就是有在聽嘻哈的話 你都會被那東西影響到一點 然後那東西又好唱 我自己在失戀的時候 我自己試了一些這樣 EMO Rap它上面 其實有 跟Involve很多Melody的東西 所以 所以不只是用念或是技巧 你還要能會唱 對 我是相反的 我是我不會饒舌 我只會唱 就是我是先 先唱我才饒舌的 只是我一直 會想要唱的B 都是嘻哈的B 我其實這幾年也在練習 饒舌這件事情 我發現還是蠻難的 對我來說 太天虛了 他不會饒舌了 所以回來的時候看他表演 真的是都是蠻炸的 談到說那個時候你喜歡做 那我們是幾歲開始做音樂的呢 20組 我有開始做這些 比較嘻哈一點的歌 那怎麼樣 其實跟上一批朋友吵架 我就自己一個人嘛 然後我在想 要不要弄一個廠牌這樣 然後剛好那時候 2020年 我覺得2020年是一個 蠻特別的一年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全部人都封城嘛 都只能待在家 或者是很多東西 變成是線上了這樣 然後那時候 大家會focus很多時間 在網路上面 等於是說 比較多溝通的時間 然後就from 這些member這樣子 那時候就有 hyperpop這個東西 就是開始變成是 一個internet culture這樣 然後大家也因為 這個internet culture 會知道對方是誰 因為你常常發歌 在soundcloud就會知道 有哪些人會發歌 因為他有一個功能 是你的聽眾也在聽誰 然後你其實都不認識他們 但是他們也知道你是誰 你也知道他們是誰 就蠻酷的 然後知道你真的去 meet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欸我有聽什麼歌這樣 那時候因為我自己 跟朋友吵架 我才想說 不然我把網路上面 我知道的這些soundcloud 這些小藝人 我就說 我們一起帶來做個廠牌 對對對我們就聚集一起來 這是很大的leadership yeah 以前有這樣子在 在學校 就是一個組織能力很強的 或是 應該說我在學校 我反而是那個 完全零組之力的那個 因為我就是 所以2020 coronavirus真的是 做了很大的改變 對因為你有更多的自由度 是你自己在家 控制這些社群 其實你什麼也沒做 你根本連門都沒踏出去 跟人家講話 你知道嗎 你也沒開會喔 你就只是打幾個字而已 對我來說是以前沒有體驗過的 所以你那個時候 就是這樣子 因緣際會下 就是 form your group 然後開始做起來 經過了這三年 你經過不同的表演 你現在上台表演都還會緊張嗎 還是會 說真的還是會 而且我其實沒有什麼熱身的方式 我的表演其實 我 並不覺得我表演好看 就是我自己知道 我覺得我表演得很不好看 沒有 for real 你沒有自己看過你不知道 下面真的是有舞動耶 對那在我的理解是 因為他們喜歡我 這麼簡單而已 but it's not a great show for real to be honest 我自己知道說 我其實可以唱得更好 跟我其實可以在表演得更好 跟我可以再更有活力一點 我覺得表演對我來說是一個 很難的事情 而且說真的 我沒有很享受 不然我不會像這樣 來來來來來 你懂我意思嗎 意思就是 我知道我必須要站在那邊 讓他們喜歡我 這是我的義務 這張叫做Ravy 然後下一張叫做Dusty 這兩張對我來說是滿沉重的 他聽感可能不沉重的 但是我想表達的東西可能滿沉重的 就是真的是原汁原味你自己的心情跟故事這樣子 跟我的觀察吧 我身邊的人 我可以看得到的人事物的一些全部整合在一起 但是這是階段性嗎 算是階段性 這就是用音樂來寫日記 其實講真的 你會覺得好像每天寫日記好像沒什麼意義 你單純在紀錄發生什麼事情 但你如果真的很常紀錄的話 你可以flashback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不斷地從那裡面去檢討自己 然後你就會覺得 oh shit 你好像更知道自己要什麼的那種感覺 Ravy他講的就是派對 當然你派對完 你如果真的派對到一個極致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很累 然後你要去面對你的日常的時候 的那個心情就是你可能會狂歡 你可能會幹嘛怎樣搞砸怎麼樣 然後如果你每一個禮拜都這麼做的時候 日常就會變成的有點空虛嗎 因為你都會在等下一次的派對 下一次的狂歡 台北的年輕人其實大多是迷茫的嘛 就是你在追逐夢想的過程 也在等下一次的pick 你是以一個還沒到pick的心情去寫的 沒有我已經pick完了 pick完了 我寫的是那個pick完的那個感覺 Ravy就是pick Dusty就是pick完的那個fuck超empty的那個 日常非常的空虛嘛 喔喔喔喔喔喔喔 我今年年初的時候還有做一張叫做live 我覺得有那種解脫的感覺嗎 就是我感受到我感受到我解脫的時候 我感受到我覺得fuck我好像終於活著的時候 寫的歌年初已經發了 我覺得我還是選擇把一些比較真實的一些 我自己的感覺 發現你這樣子盤下來就是 你每一個發作品的時候 都是很強的一個emotion 我覺得這也是 因為我是emo rapper啊 到現在都還是 沒有每個人都有emotion啊 很強的波動 而且音樂本身就是如果你沒有emotion 你做不了任何音樂嘛 愛恨嫉妒什麼都是嘛 你的聽眾也是為什麼這樣才那麼著名 因為其實你寫的這些每一個emotion 我們大家都其實都記得 對因為我就是 我想要表達一個感覺就是 幹我就是你們 你知道嗎 我就是你 你也是你心本病 我的東西想要讓你們就是 你現在覺得怎麼樣嘛 對沒錯 我也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到最後一個環節 這個環節叫Time Capsule Time Capsule是對五年的一封信 粉絲已經蠻多 我覺得會更多 然後也許 所以 Who knows 你可能不只在台灣 你可能在亞洲 耶耶耶耶耶 希望希望 There we go Time Capsule 希望他可以 負責任一點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負責任一點 負責任 我還蠻爛爛 有時候常常很多事情 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就是常常都 最在乎就是只有創作 有時候還是要長大一點就是 所有的事情都負責任 不能只有 自己在乎的事情上面 主要是這個 其他好像 都還行 我這次碰到 Good luck 我發現你是變成一個 我了解的是你很清楚 很清楚自己的 在Ego上面 或者在作品上面 這些情緒你是非常清楚 對 甚至你現在這個 Time Capsule 你也是負責任 你剛才講的有點讓我吃驚說 欸我很喜歡做音樂 在台上我並沒有Enjoy 然後我得負責任 想必你剛講的負責任 有一部分也是 對因為 是負責任在你的作品上面 喜歡你的人 因為我的初衷都不是 我想要在台上表演給大家看 然後讓他們看我很 很屌 或是我覺得我很會表演 我其實是 單純想要看他們 開心 只要他們開心 那我就是去 做他們會開心的事情這樣 Great And that's true artist Losty 我們今天非常歡迎 我的好朋友Losty Made in Cali We out Peace Bye Bye Made in Cali